核对好身份在一一丁明保持社交距离 现金券发放现场 雪隆茨茨之工做好防疫措施 发放的对象主要是难民 疫情下他们三餐成了问题 遇到病痛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原本从事搬运工的一灯堂 因工受伤导致走路吃力 临到现金券的第一时间 就是帮家里置办生活用品 而在双西隆同样有难民 因为受伤无法工作 现金券希望可以缓解难民眼前困境 爱的力量感动难民 主动在场协助讲解 同时鼓励同乡们翻转手心 用铜板延续助人力量 大一新闻 郑善美志工 陈友福 马来西亚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